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中国的书中记述一段2011年他在监狱时的对话谈到了周永康 那谈到周永康他曾经说过到时候我得看你老周永康死在监狱里 结果他当时描绘介绍里面用了一个词一语成谶 那这是一个后头那个字很稍微生僻一点字 其实昨天我也念了白字了 其实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词 我还为了能够念得好念对了 特意找旁边的朋友查了一下 查完之后呢没查到好一查车给查错了 那拼音是按照查那么说出来 那昨天有朋友反馈 在YouTube上反馈很多 是涛哥念白字 我也在这里跟大家道歉 但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就是 我刚才跟大家说确实我注意到这个字 因为生僻 所以故意去查了 为了能够念对 为了念对去查了结果念错了 这天地之间很多事呢就是这么有趣 我觉得这是生活中 其实我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非常 在我的眼睛里遇到非常有趣的 对生命一种感悟的 可能有朋友会说你根本就没认真 你要认真的话 你能会念错吗 这个你完全可以这么说 我也完全能接受 但现实的生活中 生活就是生活 真实的一面在生活过程中 我们会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故事 有的时候 不是自己觉得没尽力 自己尽力了 但同样会做错事 这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我个人的说法 我个人的说法 人的努力 人最好尽力 而不是努力 尽力了 面对成功也好 面对失败也好 非常坦然 不会为了自己的成功 为了自己的失败 为了自己的脸面 为了自己的一切 去掩盖任何事情 都没有用 真实面对生命 就像这时间真实的永远不停止一样 那是欣赏自己的生命过程 在这种过程中 当你没有一种 当你能够站在某种另外的事情之外 去看事情 其实就是不失路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你在其中 反而被迷中 而身在其外的人 反而倒明白 所以这都是相生相克的道理的存在 美国之音有篇报道 谈到周永康被满门抄斩这件事情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的 文章题目这么说 周永康欺而祸行 打破党内权斗的潜规矩 北京之春杂志的主编胡平认为 那周永康的家人被判刑 那既公平又不公平 他说据公开的调查结果 周斌和贾小业量刑合理合法 而另外一方面 单单追究了周永康的家人 有根据政治需要的选择性 执法之嫌 所以这就变成了不公平 所以那我觉得这个道理 很简单的这个说法 我们就事论事了 公开调查的结果 两个人违法法律 违反了国家的法律 那这就是合理的 只追究他们家人 不追究其他家人 这是政治的需要 我的说法很简单 在共产党的框架下 当可以今天依然可以认为 党性高于人性的时候 为什么要谈论这些呢 没有任何意义 他一定按照需要去做的 今天对待江泽民也好 对待周永康也好 薄熙来也好 一定是按照需要直接打杀 谁的需要 谁拥有权力的 他的利益者的需要 一个人最大的利益是什么 保命活命 就这么回事 所以你不面对真正现实 中国的中共权力阶层的 真实的那一面 你单纯的去谈 说符合法律和不符合法律 你难道真的认为在共产党的框架下 他要依法治国吗 你能接受吗 你能认可吗 你能认为这是可能吗 在六四屠杀这么多学生 包括今天跑到海外的很多朋友 你们自身都遭受过六四的 这种残酷的屠杀 你难道就期盼着说 让一个杀人者给你平反吗 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从单纯从生命的角度来讲 你每一个生命的个体 既是你的也不是你的 既是你的 你的活死 这是既是你的 而又不是你的 在面对卷入这种 大的人性被侮辱 人的灵魂直接被虐杀的背景之下 你祈求杀人者 侮辱者以平反 获得个人的所谓的公平 那你是对整个人的不尊重 文章也提到 有观察日元指出 抓捕周永康家人 打破了文革以后 中共党内政治斗争 不涉及家属 他棒打了一个词 男人这么干的啊 对不对 但他干了 对不对 但他干了 我一直跟大家讲 他干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合伙挣钱 合伙整人 对不对 薄熙来在培养他儿子 呱呱 那周永康上来 要退休的时候 要把薄熙来拖上来 他都是整个家族玩的 对不对 是这个环境 江泽民掌控下的 整个中共党的体系的环境 逼死了习近平 王岐山 逼死了他们 不逼死他 没有2012年习近平的9月份的身影 逼死了他 他就忘死了干 文章提到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与权力斗争 不诸连家属 抓捕薄熙来和周永康的家属 打破了文革以后 中共党内权力斗争 不诸连家属的潜规则 有人认为这代表党内斗争 有文革化的趋势 胡说八道 什么文革化 就那么回事了 杀其全家 因为全家在过程中 株连进去要杀他 当满门抄战走到今天的时候 所以你看他当官的有跳楼的 对不对 他跳楼了 他真正保住他们家了 他不跳楼保不住他们家 那中共官员上下体系 中共官员各家族 都对今天 反腐者 主政者不满 对吧 因为大家都没好的 这种不满的程度 贯穿了中共体制上下 而不满的一面 一个很关键的借口说 大家都这么挣钱 儿子都这么玩 对不对 你为什么治我 这就是非常大的借口 中共的体系都是这个 包括很多老百姓 对这个反腐拍巴掌 也是因为自己没腐败 自己腐败不着 不是有多高尚 自己没腐败着 对不对 你让他腐败着的时候 你看 对不对 有朋友说不对 你这话对老百姓不尊重 那为什么在马路上 晕鸡蛋的车 如果翻了的话 老百姓抢鸡蛋 有几个人替那个车主把鸡蛋给拢上呢 那绝弄回家去了 对不对 有偏心不战 毛八蛋 这是我一再跟大家说的 中共的体制最邪恶的 就是摧毁了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 这是我跟大家说 共产党必亡 他走到这份上 而他当他权力斗争 不诸连家属的时候 这是党内的规矩 那习近平的做法 王岐山的做法 打破了党内的规矩 那不就是跟党作对吗 跟党的整个利益体系作对 反腐亡党 这就是我说的 而且随时随地会出现巨大的变化 伴随着周永康的妻子儿子被判 这个消息披露出来 更新的 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当庭认罪受贿 这是BBC报道 在河南安阳市中级法院开庭 那白恩培承认自己受贿 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 那他的受贿 据说非法受贿 一共涉及到两亿多 不到两亿五千万 那宣判结果并没有 那还在等的 白恩培是2012年8月被中纪委 因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的 这是习近平上任后 大规模实施反腐行动中 所采取的所有的措施 那我不知道2012年8月份 可能他这个时间BBC是用错了 白恩培应该不是那个时候 应该是往后的 因为2012年8月份 习近平还没上台呢 对不对 2012年8月份那时候 正是周永康怎么吵得最火 而在中国大陆出现了 所谓这个反日祸 反日的爱国浪潮呢 所以但是这件事情 就是云南省委的上下的 这种被处理的事情的时间段 跟这个周永康的时间段 我觉得相吻合 那如果相吻合的话 这跟当年昆明春天发生的 所谓的新疆人砍人事件相关 所谓的新疆人砍人事件 跟周永康控制了整个政法委体系 乃至在云南 白恩培也是政法委书记上去的 省政法委书记转成省委书记的 那整个这一条线是相关的 所以你看起来是给各个人进行判刑 实际被整治的人 是原来周永康原来的政法委体系的人 那在我看来就是一种了断 时间性的了断 那当这些人都有结果的时候 是为了给新的被拿下来的 是不是江泽民被挂出来呢 来铺垫 来腾地方 来了去旧的 为了迎接新的案情的出现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